大家好 我是Tim哥 沒有錯 今天應該說這個月是8月 大家知道我的iPhone模型機的供應商 他們都是在8月的時候會有一個最終版 所以他在7月底的時候 終於寄過來了 最終版的模型機 我們現在來拍影片 來跟大家看一下 這四款跟現在的 我自己手上的iPhone 12 還有等一下我會拿iPhone 12 mini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會準備iPhone 12 Pro的殼 那我用這個殼來裝他看看 看裝了一下裝不下 然後看哪些變化 看之前 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打開 各位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來打開 這家都是專門來做模型機 而且這家模型機 都是最終版頭拿出來開始賣 模型機就是為了讓一些 你可能可以做一個電頭展示 那甚至於你有一些模型機 是可以拿來手機做殼 做保護貼的 做一些核尺寸的動作 那這一家我很信任他 所以我其實我頻道 YouTube頻道開四年 我三年模型機之後跟他買 而且我大概從五月的時候 我就會敲到說 你有沒有最新的模型機 然後他每次都送我兩個字 你知道哪兩個字嗎 望向 白痴 沒有這麼快 所以我每次大概都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才把這影片上架 那我們就直接打開 好 那有四款 我們現在暫且叫他13 iPhone 13 mini iPhone 13 iPhone 13 Pro 跟iPhone 13 Pro Max 那Pro Max 我今天的iPhone 12 Pro Max 為什麼沒有拿過來呢 因為掃子在用 掃子今天分流在家 所以我就用這三款來給大家看 Mini 13 然後這個是13 Pro 這個是13 Pro Max 你知道為什麼 我說這一家都是做Final 而且很有質感 你知道什麼原因嗎 12像去年的 因為Pro系列都是用霧面 霧面黑 消光黑 這支是我的iPhone 12 Pro 這是消光的 對 所以為什麼我說這一家就很認真 他就是拿出來 唉唷 這是消光黑 可以 但是老實說 顏色部分 還是到時候要以蘋果發表會為準 好 我們來看一下Mini Mini 我們先從正面開始看好了 第一個不一樣 就是上面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聽筒在中間 但是 這個的聽筒 在上面 他既然移上去以後 他的瀏海是會縮小的 也就是說 他們叫做相機的感測模組 這零組件 排列會更緊湊 所以會縮小 也就是說 你們接下來看到新款的聽筒耳機 都會在好像上方邊緣處 有沒有 他的厚薄度 是不是差不多 你看起來是差不多吧 我們先看下面好了 下面呢 因為有傳聞是說iPhone 13系列 因為有MagSafe的關係 所以會把充電孔拿掉 不可能啦 充電孔 其實都是一樣的 對 然後側邊的部分呢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跟音量鍵 其實都一樣 唯一有變的是後面相機的鏡頭模組有沒有 你看我們12是直的排法 13mini的話是斜的排法 這是這個用意是什麼 到時候才知道 不過呢 以相機模組來講 他比較凸 這一片透明的這個地方比較凸 鏡頭也大了一點點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iPhone 13跟13 Pro 我發覺一件事情 iPhone 12 mini跟iPhone 12 他後面兩個鏡頭其實是一樣的 但是我剛看到一件事情 iPhone 13的鏡頭 跟iPhone 13 mini的鏡頭 他比他大 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 mini的相機模組跟iPhone 13的 他是不同的 但是後面這個透明的這一塊 凸點是一樣的 然後也是斜對角 iPhone 13跟iPhone 13 Pro 應該都是6.1吋大小 所以我比一下是不是都6.1吋大小 沒有錯 但是 你有沒有看到iPhone 13 Pro的相機 模組比iPhone 13又來得更大 有 我釐清了 我覺得他這一次應該是把 這個是iPhone 13 Pro 這是iPhone 13 Pro Max 這兩個的相機模組是一樣的 iPhone 13跟iPhone 13 Pro 他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次的相機模組可能會有三套 一套是iPhone 13 mini 一套是iPhone 13 一套是iPhone 13 Pro系列 包含Pro跟Pro Max 然後這個是 這個就是LiDAR LiDAR 你看iPhone 13 Pro 這是我的iPhone 12 Pro 你有沒有看到 LiDAR的位置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 我有好奇 他鏡頭變那麼大 會不會是某種功能 他會有更提升 其實 你是不是沒有看我的蘋果每月報 對 我最近沒怎麼看 我可不可以給你 其實他這個變大有一些原因 包含他想要錄影 可以讓你更防手震 然後這次有導入人像錄影模式 然後另外超廣角的部分 他們是六片的鏡片 然後現在可能會變七片的鏡片組合 所以他其實在相機模組變那麼大 情況下 你可以不管是拍照或錄影 我相信在這一次的發表會應該會來了更具有亮點 而且他們說這次的iPhone可以拍天文 我覺得這樣你可以算是從模型機來印證你之前講的一些 一些留言 對 我跟你講 我沒有跟這一家有掛狗 但是 還是裝一下好了 我們先裝那個 這個是iPhone 12 mini的殼 然後我們來裝在那個iPhone 13 mini 看看看可不可以裝 好不好 可以裝的話 表示什麼 大家就不用花錢 有點厚度 剛剛說試試看它的厚度有沒有不一樣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有有不一樣 相機模組那邊還是卡住了 有 所以殼還是要重買 你看你看 你看那個鏡頭 已經被切掉一半了 切掉一半了 真的切一半了 對 哇 手機殼廠商你要重開了 我iPhone 12 這手機殼 大家都知道我用洗牛頓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我拿他沒有被蓋的話 可不可以裝 好 這也很重要對不對 這樣 好的 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一樣要重開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 側邊 音源上下鍵跟那個靜音鍵 靜音鍵 位置是不一樣 你看 好 但是今天其實連我自己都有大收穫 會不會是他們把mini系列定位成比較平價版本 我覺得在這次的iPhone 13少名 因為今年沒有賣iPhone SE 13 mini可以把它變得更便宜 然後相機模組沒有到像iPhone 13跟13 Pro跟13 Pro Max那樣 但是他定價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我覺得搞不好大家會買單 好啦那你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沒有 沒有問題 好那你要哪一支 你要送我嗎 對啊你要哪一支 這是模型機 好啦 今天就是開箱一下模型機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最終版本的模型機 到底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不過如果是9月14號發表會的話 8月底9月初就會有邀請函了 那我們大家來期待一下吧 到時候見 拜拜 拜拜 拜拜